我會覺得我一定可以代表香港人的精神 每一次都可以站在身上 Hello 你好 我是 Connie 我是一個單親媽媽 又一個兒子 我先生幾年前離開了我和兒子 我自己是一個空姐 由於疫情關係幾個月沒有公開 我就考了保險牌 希望在疫情之下找到一條出路 其實2003年我們結婚 2015年她離開 我們結婚在12月25日四冷節那天 她離開在12月24日平安夜那天 那件事永不磨滅 其實那件事是 就算現在說起我都會有少許眼濕濕 有少許傷感 因為那種是思念 那種不是走了就走了 那些人會覺得 那些人會覺得 你很堅強 你很正面 但每次想起她 我都會覺得她還在我身邊 那這個是我自己一路以來 我是不會去掩飾對她的感情 或者是 我會覺得是好的 因為你始終會掛念一些人 就算你說我爸爸媽媽走了 我都會掛念她們 因為覺得她們還在我身邊 那我先生的走 是一種 另一種動力 令我繼續生存下去 或者是繼續她 怎樣和我兒子繼續走 九七回歸 然後又SARS 又跟著今次的疫情 其實 經歷過真的很多事情 是令我無論在工作上 在感情上 都有一些變動的 我經歷了 我會覺得 是一種 歷練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 我一定可以代表 香港人的精神 每一次都可以站起來 每一次都可以勇敢去面對那樣東西 還有每一次會比下一次 更加快去適應 下一次要發生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 我是幸福的 我不會在別人覺得 你怎樣幸福 你只生日早走 又要打工 又要等 其實我覺得 幸福不是必然的 幸福是自己爭取 是要自己去創造那種幸福 其實我的幸福就是 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我有一個很疼愛我的兒子 我有一個很疼愛我的姐姐 我有一班很疼愛我的朋友 我也有一班很疼愛我的同事 其實這些已經是很幸福 其實香港人 或者在一個香港地來講 幸福就是這些東西 幸福就是一些愛 我是一個很疼愛的 我是一個很疼愛的人 我會感恩各樣的東西 多於去抱怨各樣的東西 我會覺得 我夠就可以了 當然不可以沒有 我覺得 尤其是現在疫情之後 你會發覺 全世界的人都很不開心 其實 開心是要自己去創造開心出來 怎樣令自己開心 可能我吃一點點東西 我都會覺得 很開心我吃到這東西 好像我這樣 我會覺得 我在疫情之下 好像覺得沒有一份工 航空業突然停頓 好像很恐怖 好像突然間沒有了些東西 但我又可以在當時 我會覺得 我怎樣才可以去 令我自己過得好些 怎樣才可以去賺錢 因為我都要養我兒子 保險就是另外一個出路 我已經覺得 你要去感恩這東西 突然間有另一個機會 在你眼前 相對你是要把握到這個機會 我感恩我自己就是 要把握到這個機會 我會覺得 這條路不是 只有一條的 其實分岔路 看你能否走那條分岔路 走的 可能去的 都是一條直路 譬如我先生走了 人生還有些什麼呢 其實人一世 人是只有一世的 你過了這一世 你不會記起今世發生的什麼事 那為什麼不好好去過這一世呢 人的路始終要開心地走下去 我覺得 看你怎樣去取捨那樣東西 看你怎樣去感覺那樣東西 就是 路始終要走 我會選擇走一條開心的路 因為疫情關係 其實人工真的突然間 是減得很厲害 我們航空業的 是飛的 越飛得多的 越多錢的 差不多搭減了一半 但是 我又要這樣想 我是經理級 我的一半已經比很多人很好 因為初入職的 他的一半 可能只有一幾千元 其實是幾 我會覺得他們更加無奈 更加替他們擔心 我轉了做保險幾個月 流程通常都是回公司開會 回公司做一些保單 剛剛考了一個基金牌 未來這個月尾會考強積金牌 其實都有很多轉折的考試 因為 剛剛遇上疫情 那些考試班全部解禁 或者是那些理解班 因為我們考試之前都要讀一些書 那些都是解禁 全部轉去Zoom 轉去網上那些 其實是對讀書有影響的 因為你始終不是對著人面對面 去授架或者怎樣 是有影響 那就是唯一自己努力一點 那又試過Cancel幾次考試 但是很幸運 我考試一次過Pass 結果不用浪費那麼多時間 我不覺得由空姐 轉去做保險是放下身段 因為以前做空姐的時候 反而會更加多的人生歷練 因為我要對著客人 那些客人可能會抗議 投訴 那反而在那裡 是學了很多技巧 去怎樣跟別人說話 是幫助的 對保險而是有幫助的 保險這件事 對我是有很大影響的 那五年前我先生走了 那當時真的自己一個人 不知道怎樣做 那很多金錢上的問題 很多其他的住屋 各樣的事情 就是很多擔憂 還有剛剛我爸爸有癌症 那時候也是 那變了金錢對我來說 都頗重要 那為什麼有呢 就是因為我先生也有份保險 那變成我可以用那些金錢 去繼續去 不需要太擔心 生活上的問題 之前想起我可能會哭 但現在不會 有可能明白了 然後就 可能會冷靜去分析一下 那你分析過了什麼 對 就是他走是他自己的選擇 然後就 然後就 要尊重他 然後 所以 他太大壓力 希望他在上面 會開心一些 可能有時候 太堅強了 也不是一份老師 可能要抒發一些情緒 罵你吧 所以 學一點點 沒有什麼是絕對的 沒有什麼是解決不了的 其實解決和為什麼 是只差一個字而已 對我來說 我是會寧願去解決問題 而不會發問問題 因為為什麼是沒有意思的 只有解決才是重要 在眼前來說 而且 說出來 是會令到自己 是一種減壓的方法 是會舒緩自己的情緒 最想跟他說 我跟他聊得很好 就是我跟兒子都很好 生活都很好 我會說 你說好 你說好 人聲不說 你